深夜一场银行抢劫案爆发 警方收集到嫌疑犯留下的假钞 决定出动传说中的侦探 超能力狼男警犬 阴番杨 仅仅迪野帮志赶往昔日搭档的私人事务所 金发助理热情地迎了上来 天哪 没有人邀请居然都来得这么轻快 迪野毫不在意 邀请阴番加入破案队伍 阴番不做警犬许多年 自然不答应迪野的邀请 金发助理面上和善 却连茶杯都不给迪野一个 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 另一名助理常探一生 他叫野骑龟16岁 铁血猫控 目前在阴番侦探事务所打工 是喜欢吐槽的爽狼小哥哥一枚 上次阴番羊才是本作的男主 毛发控则是警局最强的秘密警犬 而他的同事 金发美少女佐佐穆良泰 其实是个女装正泰 号称最了解阴番 对阴番昔日搭档迪野 有着毫不掩饰的敌意 迪野明面上是阴番的搭档 实际存在却是警犬的四主 那啥你们警署玩的play还挺花哈 喝完茶的迪野将事情告诉小龟 并抓住试图偷袭的英番顺毛 这次袭击银行的嫌疑人 是来自义呆利的瓦伦迪诺家族 首领就叫瓦伦 拥有相当惊人的硬假钞技术 但从未在义呆利货币出过手 反而在日本兴风作浪 而他的假钞技术逼真 除了人头不同之外 完全无法辨别真假 小龟无语 人头换了不是一眼就看出真假了吗 迪野感慨 抓住敌人就让他做个 自己女儿的万元抄 英番就印在第二位吧 英番羞涩地撇开头 小龟看不下去了 有这样维护经济市场的组织 英番第一反应却是 你说的这个瓦伦 他是啥颜色的头发呀 得知是白毛黑手单号 英番激动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私人赶到嫌疑人藏身处 小龟大惊 一呆利黑手党竟然住在 拉胯的木质平层 迪野敲门 瓦伦误以为是报纸推销 气冲冲地开门大马 都说了不定报纸 在骚扰 我报警了哦 俩人一低头 迪野掏出警官证 小龟大惊 这黑手党是只山羊啊 瓦伦拔腿就跑 顺便喊出下属 罗伦佐 指代配合符 虽然有枪 却是火药枪 小龟无力吐槽 迪野开枪打断对方装弹 他将三人摁进草丛 自己潜入房间 发现地下有坑 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被蹲守的瓦伦迪诺俩人 给压在了地上 小龟大惊 梁太更是急切地冲了上去 手起焦落 竟然将周边的缝隙封死了 满脸娇羞地告诉敌野 要是想呼吸 先说句 我是国家走狗的话来听听 黑手党俩人都看啥了眼 梁太卷了黑手党的钱 告诉英帆 这里太危险 快一起逃走吧 英帆疑惑 瓦伦有这样的印刷技术 为什么还要偷真钞呢 于是山羊展示起 自己印钞的技术 首先吃下正版的钞票 对日币下手 纯粹是觉得味道好 然后那些钞票 将通过瓦伦的羊体印钞机诞生 气得小龟爆打庶民之拳 穷鬼可看不起山羊浪费真钞 这时 英帆也在梁太一羊指下 解锁封印 成功化身长发男狼 俩黑手党大惊 难道传说中拥有狼男基因的秘密警犬 就是眼前这个人 瓦伦迪诺暴走了 他要为被大灰狼骗了的小羊们报仇 小龟掏出童话故事 让他看到结尾 人家羊仔都获救了好吗 虽然瓦伦手上有枪 但没关系 英帆还有超能力呢 只要含住对应颜色的毛发 就能用不同的能力 今天的是质感典雅黑 小龟开始记笔记 黑色带有自闭效果 释放一定范围 网易云一谋结界 结界中的人会陷入 摆烂躺平 世界毁灭霸 无所谓了的形态 小龟在打击下 已经不想再做吐槽了 结果扭头就被阳光灿烂的 罗伦佐震得支冷起来 罗伦佐因为无法做头的左右手 愤怒地砍向英帆 顶着冰箱复活的敌也杀了出来 瓦伦立刻叫出抬轿撤退 两方的梁子结下了 瓦伦准备调查英帆 却在半路因为没有驾照 被交警逮捕 之后黑手党情报部门收集的资料 发现不管哪一张 梁泰都在看镜头 于是两人琢磨 干脆招募梁泰 组织内的女干部 加布里艾拉闲吵 开枪就爆了瓦伦的脑袋 不过瓦伦根本不会死 这次叫埃拉来 也是为了解决英帆羊 资料显示 她是人工受精诞生的狼男警犬 还有个弟弟英帆瑶 因为弟弟突然消失 英帆便辞去警犬的职位 开启侦探事务所 准备寻找弟弟 埃拉不在意那些 她只想知道英帆羊有多高 1米74严重超过她的距离 埃拉认为 狼犬就应该比主人低 146以上 162以下完美虚间 没错 她的爱好就是调教仆人 英帆作为秘密行犬 是国家吃巨资培养的人才 晚轮琢磨 绑了英帆做人质换钱 再撕票绝对不亏 一天后 英帆收到纸条 上面一个地址 发行人自称是她弟弟阿瑶 要求英帆一个人 前往废弃工厂见面 小贵一看就觉得可疑 但架不住地控英帆一秒上当 你说她地控吧 单纯弟弟的照片 竟然只有头顶 纯洁无瑕的白毛 人长什么样 根本看不见 很难说这个毛发控哥哥 究竟惦记的是什么 你说她不地控吧 为了见弟弟 女装都敢穿 甚至毫不怀疑 信件是虚假陷阱 英帆拔腿就跑 小贵问梁太要不要去 这种热闹的事情 梁太怎么会错过 他以超音速的速度 闪现离开 两人抵达工厂 没有发现疑似的陷阱 甚至连先一步出门的英帆 都没看见 这时梁太接到电话 英帆说自己迷路了 他连电车都不知道怎么转 现在正灰溜溜地蹲在家中 小贵无奈 让他打车过来 记得开发票 结果电话刚挂断 埃拉拿墙逼问他是谁 再看梁太 逃跑的速度再次超越人体极限 瓦伦压根连小贵是谁都没记住 不过埃拉倒是蛮欣赏小贵的身高呢 瓦伦开始激情介绍 自家决赞的杀手 据说他调教的仆人 都觉醒了新爱好 夜内斗S都爱在埃拉镇买仆人 非常优质 就连被埃拉杀的人 在地狱都很受欢迎 埃拉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下班时间明显超额了 他要下班做饭去投喂仆人了 瓦伦准备讲故事 劝埃拉再等等 这时英帆杀了心来 埃拉一冲给他抽飞出去 英帆才知道 信件是假的 委屈得哭唧唧 瓦伦良心不安 赶紧去哄人 结果英帆和他都被埃拉给束缚破累了 此时迪野正在看女儿小子的照片 突然接到瓦伦的电话 说绑架了他最重要的人 要求他立刻交出100万赎金 瓦伦撕掉英帆的胶布让他说话 英帆张嘴就模仿小子叫把鼻 并且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地址 瓦伦感觉杀意透过手机蔓延了过来 以迪野的女儿控程度 这俩人恐怕会被手撕 眼看埃拉要先死票 梁太丢出烟花救人 脚规劝英帆以后冷静思考 英帆却说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都想找回自己的弟弟 毕竟白毛就是上天的恩赐 埃拉刚要反击 这时梁太一套一羊只打出 英帆化身一米八四大狼 准备用出十万伏特 然而还没成功 埃拉抬腿将瓦伦踢到他脸上 一个热情浪漫的意大利山羊 给了狼意想不到的失吻 爱情的电流将黑手党山羊彻底眩晕 离开眼镜的三三眼埃拉问英帆 Boss送他们 能不能把小龟给他 没能得逞 他气鼓鼓地走了 等到敌野赶到现场 英帆却发现瓦伦被调包了 救人的自然是埃拉 毕竟眼镜还在那边 黑手党会停止搞事吗 那必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瓦伦潜入了日本首相会议室 成功盗取了历代相传的机密文件 很快 仅数两大蔚蓝之光联合调查 但所有人都知道 所谓的联合调查 其实就是各查各的 敌野能力强 老婆漂亮 还有英帆相助 可同队的续芳也很厉害 是有名的高效率警察 并且他喜欢狗狗 所以也很疼英帆羊 归根结底 谁能赢 就是看英帆选择谁了 英帆是谁也不想选 尤其是续芳 这家伙爱狗到一种变态的程度 一进门就搂着英帆又行又报 续芳是敌野的同学 也是警署的未来之心 是看到狗子就要硬贴的痴汉 早期警犬的压力都来自他 后来秘密警犬们投诉了 这种情况才好了很多 梁太一看见陌生人就害羞 下意识地躲起来 观察对方势敌势友 敌野毫无疑问在他的黑名单上 不过今天 估计还得加个续芳 小龟好奇 这个国家机密文件究竟是什么 这个大富翁上没有写字 正品的卷轴只要抛出头子 就能进入卷轴中看过去的历史 而最先抵达终点的人 可以拥有改变未来的权利 比如续芳写下和英帆同居 那么未来一定会实现 据说这卷轴被严密看守 是国防重器 一定有专业犯罪人士 且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在搞鬼 小龟一听怎么那么熟悉 于是巧声告诉给迪野 迪野吃惊 嫌犯可能是瓦伦迪诺 小龟急了 说好的竞争呢 他怎么就说出来了 迪野安抚地拍了拍小龟的脑袋 这时旁边的英帆吃味了 决定占续芳这边 此时瓦伦准备开始大富翁之旅 等到了未来 他决定搞搞闭关锁国 雷电将军清朝宪令版 不过杀到现场的续芳 没有给他机会 他们抓住了瓦伦 但迪野和小龟抓住了罗伦佐 瓦伦不可认输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梁太 提议大富翁竞赛 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对 三人手中都有备用的棋子 瓦伦一个偷跑 竟然真的进入了古代的历史 正好赶上汉窝精英兽风 结果进去被烫了个八才出来 续芳琢磨避开战争进入卷轴 没想到迪野随手一丢 就是战争现场 小龟也被吸了进去 不过迪野太强了 一刀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续芳则来到了梦想的天堂 要在这个世界摸到所有的狗狗 最后他想起来 狼男也是犬 俩人这才摸头通关成功 之后三方持续前进 瓦伦两人被下木树时的 我是猫洗脑了 而续芳也没好到哪里去 被历史人物解剖了 不过他不在意 笑死 区区解剖之上 谁还管猫化的山羊啊 偏偏迪野还差一点 俩人进入了大米世界 要求吃掉煮熟的米饭才能离开 但这些大米都长有手脚 迪野护着小龟 找到了藏起来的米饭Boss 俩人吃了个滚肚 离开了这个世界 鹰番看着他们握住的手脚 实在不敢确定 北极熊倒是有一只 好在鹰番发现任务是制造熊猫 于是拿出了他作为毛发控的尊严 一套席剪吹条染 完美地将北极熊变成了熊猫 获得了人和熊双方的好评 续芳问他 任务结束后要不要做搭档 鹰番赶紧把人踹开 张口就是一句 我的搭档只有迪野一个人 正好俩人被传送出来 迪野和鹰番不好意思地匹开头 小龟连夜爬上空洞山 两坛摇头 他和续芳都是金毛败犬 续芳认输了 就在迪野准备逮捕瓦伦的时候 却发现山羊和人都变成了猫 他俩好像瞎了眼一样 真没看出来 小龟觉得日本警察完蛋了 鹰番等人无语地离开现场 谁也没在意 那个被放在一边的秘密文件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报干队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